咱们很多股民的潜意识里都想入群学习些经验 得到一些消息 但是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很多理财群从头就是一场骗局 说起来非法见股呢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 只谈技术 不谈逻辑 直接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消息股 没有任何分析 或者是利用某一些信息 直接告诉你这就是买点或者这就是卖点 下面这几步呢 是非法见股骗局特别爱用的一些套路 遇到了咱们一定要警惕 首先冒充正规金融证券交易公司的专家大师来联系你 然后以免费见股的名义给你拉进群 特别热心的带咱们去炒股 实际一到会把你引到一个非法的投资交易平台 交易期货 原油 外汇等我们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并让你付费去买一些股票消息 那么这种时候我们该如何防范非法见股的一些套路呢 一 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查验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查询合法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以及一些从业人员信息 第二呢 可以通过查看收款方账号进行识别 正规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 或者是开立银行账户 如果投资者在汇款的环节 收款方账户是一个个人账户 或者是投资机构的名称是不相符的 请投资者一定要果断拒绝 您遇到的这个就是一个骗子 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营销方式和营销话术进行识别 合法正规的证券咨询机构 从业人员和证券投资顾问是有规定的 不允许随便买卖股票 非法的呢 可能会跟您说 他们自己也在做 您跟着我做就好了 在此呢 也提示金融消费者投资一定要谨慎 一旦发现被骗 要立即保存证据 收集完整的聊天记录 交易记录 汇款记录 以及合同等资料 并及时的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 寻求帮助